周日十五是花好月圆 人团圆的日子 今天热播电视剧 人世间的导演兼总制片人李璐 写主创代表一行人 在我们元宵晚会现场团圆了 让我们欢迎他们 一部电视剧当中我们看到了 周家三代人的故事 堪称是一部中国五十年的百姓生活史 在时代洪流当中 传递着频繁的力量 再次掌声欢迎各位 今天是团圆夜 要吃团圆饭 我们不妨问问各位主创们 如果用一种味道来形容 您在剧中的角色 会选择哪种味道 大家好 我是萨娜 今天的团圆饭 我想说一个字啊 妈妈这一个字 这一生实际上是苦 因为从开始跟丈夫的别离 就是三年间一次 八年间一次 到了六九年 大儿子和女儿都走了 这是她对孩子的思念之苦 妈妈把苦难都厌到了心里 但是留下来的是希望 是温暖 我在这中饰演的乔春月 用一个词形容就是辣 她就希望把生活过得像火锅一样 永远热情地翻腾着 让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热热闹闹的 我在民事界里边是饰演 跑东梅 可能我会选择酸吧 我和我的爱人 一直都是聚少离多 然后我有一肚子的苦 一肚子的委屈 没有地方去倾诉 这更是一种心酸 我是李璐 我就选甜吧 因为苦已经转换成甜了 现在呢 装一套在博物人世间 收到了不少好评 我心里是暖的 是甜的 酸甜苦辣 尝过人生百味 才敢谈生活 那今天呢 我们现场有一个观众 他也不是一位普通的观众 他是一位怀揣绝活的手艺人 掌声欢迎他 杨老师 今天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要送给我们的主创 对不对 嗯 那能不能请夏老师 完成这张窗花的 最后一剪刀啊 就差这一剪刀了 那让我们的主创们 一起来完成这最后一块 好不好 这是一张全家符啊 好精致啊 给大家感谢一下 漂亮 最像 谢谢 谢谢 这是一份元宵节的礼物 那也请各位把你们的祝福 当作礼物送给观众朋友们 好 我们四位啊 男少女多 但是我们也代表 我们人世间的剧组 祝福电视机前的观众 祝大家健健康康 团团圆圆 快快乐乐 平平安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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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